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竟然骗了她的全部财产 跑到了汕头另取新妻 李昭娘是悲愤不已 在一个雨夜穿着一身红架衣上吊自杀 此时肚子里已经怀了周阿四的骨肉 此后这片树林里经常就有红衣女鬼出没 很多人被其蛊惑在林中上吊 村民们为了地方上的安宁 于是目前盖庙供奉香火 尊称其为灵头姐 画面一转 故事正式开始 我们的男主是一位精神科医生 她的女友 也就是我们的女主 是个天真烂漫 但又命运捉船的女孩 女主的父亲在她很小的时候就遭遇海难失踪 她和母亲美方相依为命 两人在台北开着一家小小的花店勉强度日 母亲美方有睡眠障碍 还有梦游的习惯 导致精神也不太正常 动不动就对女主发脾气 发完脾气后又很后悔 抱着女儿求她不要离开自己 而善良孝顺的女主对母亲是不离不弃 照顾左右 她和男主也是因为带母亲看病所认识 但男主并不想公布两人的恋情 说是会影响自己的判断和美方的康复 其实真正的原因是男主还没有走出女友秀秀上吊自杀的阴影 秀秀也曾是男主的病人 两人是非常的恩爱 但忽然有一天秀秀就毫无征兆地自杀了 这让男主很久都不愿意开启新的感情 画面一转 这天警方打来了电话 说在工地施工时发现了女主父亲的尸体 于是女主和母亲来到了警局认识 经过DNA对比 确定这具尸体正是女主的父亲 女主很奇怪 母亲一直说父亲是出海时遭遇海难失踪了 怎么会出现在工地里 不过先不管其他 路途为安要紧 转过天 女主和母亲带着父亲的骨灰回到了老家准备安葬 但周围的村民 包括女主的老爷都对女主的父亲评价很不好 说他是死有余辜 女主从母亲的闺蜜阿兰阿姨那里听说 父亲是远近闻名的烂毒鬼和酒鬼 听到大家对父亲的评价 女主很是难过 父亲在他很小的时候就失踪了 以至于女主对父亲是一点印象都没有 此时的女主有些后悔回来了 如果不回来 父亲在他的心中永远是神秘甚至是美好的 到了晚上 心烦意乱的女主来到屋外散心 这时老爷对女主说不要瞎转悠 这附近就是当年灵头姐自杀的森林 小心被灵头姐缠上 女主对这些自然是不太相信 但听着也确实感觉后背发凉 第二天一大早 两位村民大姐买菜的时候 在树林里遇到了灵头姐的鬼魂 被吓坏的两人赶紧来到了村里的神婆花婶这里讨要驱邪符咒 而另一边 女主父亲的葬礼刚进行完 女主带着父亲的骨灰来到了灵谷塔安葬 此时空荡的灵堂里只剩下了美方一个人 她神色慌张拿着念珠不停地祷告 看起来似乎是非常的害怕 甚至连丈夫的遗像都不敢多看一眼 忽然一声巨响 灵堂里变得漆黑一片 美方吓得跌落在了地上 好不容易在供桌上摸到了打火机 赶紧点着时 可怕的一幕出现了 她的丈夫的鬼魂就直勾勾地站在了她的身后 美方是一身尖叫 火光被吹灭 众人是闻讯赶来 只见灵堂是一片凌乱 一项蜡烛 香炉 指人指马散落一地 但却不见美方的身影 等到女主在森林里找到母亲时 母亲已经上吊自杀 变成了一具冰冷的尸体 女主无法接受这个事实 随后在阿兰阿姨的介绍下 女主找到了村里的神婆花婶 希望可以请自己的母亲上身 讲述一下事情的经过 可仪式刚刚开始 男主就突然出现 指责花婶又搞封建迷信 原来花婶正是男主的母亲 而男主又是一个坚定的无神论者 所以很反感母亲搞这一套 说完就带着女主离开了 回到城里之后 女主一直对母亲的死无法释怀 她想让男主帮她催眠 回忆一下自己的童年 她想知道父亲到底是个怎么样的人 男主也没有办法只得答应 在催眠的过程中 女主看到了童年时期的老宅 但当她走进老宅时 却遇到了灵头姐的鬼魂 在灵头姐的蛊惑下 女主狠狠地掐住了自己的脖子 幸亏是男主及时叫醒了女主 到了晚上 女主凭借着催眠时的记忆悄悄地来到了老宅 等到女主走进去时 眼前出现了幻境 看到了儿时的场景 这天 女主的父亲和母亲又吵架了 父亲欠下了一屁股赌债 一直找母亲要钱 但家中这个情况根本就拿不出一分钱 并且父亲还怀疑母亲在外面乱搞 并怀疑女主是一个野种 随后在打斗中 父亲发现了躲在柜子里的女主 扬言要掐死女主 情急之下 母亲掏起了酒瓶砸晕了父亲 随后惊慌失措的母亲将父亲拖了出去 女主也明白了 应该是母亲杀死了父亲 然后将他埋在了工地 然而这时 一个人影突然出现扑向了女主 要置女主于此地 幸好是男主及时出现 将这个人打晕 两人一看 居然是阿兰阿姨 原来当年阿兰阿姨和母亲是一对那个啥 但有一天的晚上 村里的一个无赖 劫住了母亲 将他强行那个啥 而这个无赖就是女主的父亲 当初母亲用酒瓶砸晕了父亲后 叫来了阿兰 面对不知死活的女主父亲 阿兰是一不做二不休 直接用铁锹砸死了他 而尸体也是阿兰给埋的 至于为什么阿兰现在要害死女主 是因为阿兰在冥冥之中听到女主母亲的召唤 让把女主给她送过去做伴 看来阿兰是已经疯了 男主只好将其关在了精神病院 这时 男主的母亲花婶找到了男主 说阿兰并不是疯了 而是被灵头姐附体 而女主的母亲的死也和灵头姐有关 现在花婶很担心女主 怕她也被灵头姐附身 男主自然对此是毫不相信 花婶就让男主认清现实 说当年她的前女友秀秀就是因为被灵头姐附身上吊自杀的 看到这里 涛哥怀疑男主就是个招鬼体制 而且是只害别人不害自己啊 或者男主就是转世投胎的周阿四 灵头姐就是为了报复他 所以他要夺走男主的爱人 随后离开花婶后 男主跑来找女主 可他刚一进门就看到了灵头姐的鬼魂 一开始男主认为是自己出现了幻觉 但后来透过门缝 男主真真戒戒的看到灵头姐正在和女主对视 此情此景 男主也不得不相信花婶说的那些话 于是男主带着女主找到了花婶 在一番做法之后 灵头姐的鬼魂出现 但她的气场实在是太强大了 根本就不惧怕花婶的法术 直接就将女主带到了树林里 准备将女主给吊死 此时的女主又看到了母亲 但女主明白这其实是灵头姐 这一刻 女主想起了灵头姐悲惨的身世 不禁黯然泪下 她插去了灵头姐脸上的泪水 用温暖的眼神看着她 灵头姐居然被感动了 最终放过了女主 画面一转 女主恢复了正常 和男主也即将步入婚礼的殿堂 然而最后的画面中 正在家中化妆的女主 身后又出现了灵头姐 不知道等待女主的 又是怎么样的命运呢 故事到此结束 近两年台湾的鬼片 还是有不错的表现 从红衣小女孩一和二开始 动鞋 诗意等 都结合了台湾当地独有的民俗特色 还是值得一看的哟 好了 今天的电影解说就到这里 喜欢的小伙伴 记得给涛哥点赞和转发 如果你有想看的电影 也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涛哥 最后当然也别忘了点个关注 涛哥每天为你解说一部恐怖电影 小伙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小伙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